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依依 斯拉米王妃是泰国王室剧中当之无愧的颜值巅峰 不仅仅是马哈后宫的女人,就连王室内部也没有人能够和她对比 亲手的美貌也是让她成为了泰王心目中最为特殊的存在 被穷尽在寺庙六年尽管容颜老去,但依旧是在国内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她曾经和善良的母子分离的苦楚,也都给了民众怀念她的理由 在还未正式亮相之前,已经有无数粉丝做好了迎接她的准备 她能够再次顺利的付出,离不开苏提达的缘故 苏提达作茧自负,原本以为这一切都能掌控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不料却因为自己的举动,给了她重新获得自由的借口 在2014年希拉米被费,提帮公的抚养权就招有苏提达 如果苏提达是一个足够大肚的女人,则会尽心照顾提帮公 实际上她对提帮公也是有求必应,提帮公也对她十分的亲密 然而苏提达采用的却是捧杀的方式 不管提帮公年幼无知的无理取闹,也只会一味的称赞和满足 让提帮公王子却把对李杰的正式认知 于是也就出现了提帮公已经15岁了 还需要侍卫当中下跪给她寄鞋带的情况 也曾经在出现在公务上打打闹闹,让直播出草的情况 她种种的表现就好像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丝毫没有王储的风范 而施力吉就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 提帮公小时候是一个非常机灵可爱的孩子 还曾因为在幼儿园主动帮助同学推轮椅 登上了当年的新闻 有生母在身边的时候善良而又活泼 做了一项不喜欢西拉米的施力吉 也经常当众和提帮公互动 施力吉可以不管儿子的风流 当时将侄女嫁给儿子 而马哈辜负了宋飞之后 施力吉也只是站在了儿子的角度 给侄女一点补偿料事 但是提帮公在她的心中的地位就如同马哈一样 提帮公的外形是马哈所有子嗣之中最像她的 原本施力吉以为苏提达会是合格的后宫长远 会悉心的照顾提帮公 然而六年的时间却没能培养出一个具有才能的孙子 算而非非培养出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导致如今的王室成员公务 根本不敢让提帮公亮相 怕进一步暴露的这个王子的缺陷 施力吉虽然不管儿子的风流 但是不能不管孙子的成长 姜还是老的辣 她对付苏提达从来不用自己出手 而是通过受益马哈国王释放她的妻子们 先是释放施力娜给苏提达一定的敲打 但是苏提达却不以为然 如今施力吉已经不能再对苏提达的行为所示弱无度 以免在这样下去 王室真的会出现首个被废的王子 施力吉只能用一张就对付了苏提达 那就是释放而行了 如果苏提达一直细心的照顾提帮公好好地培养她 施力吉是根本不会想到要释放一个犯过错的女人 可偏偏苏提达的私心却又给了西拉米撑出江湖的机会 苏提达的心态狠了 如果不是想要捧杀提帮公 后面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苏提达的行为却又是可以理解的 人也都是自私的 更何况这也是西拉米的儿子 而她又有自己的自私 需要为自己所作打算 在无法改变提帮公地位的时候 也只好捧杀让她失去资格 这一次的风波 施力吉一招就正住了 施力吉王太后才是幕后的大boss 一切都是在掌握之中 并且时刻调整后宫的发展方向 成为了王室大船的掌舵手 接下来是苏提达带珍珠 越来越阔气 看到与泰王的骑行照 却修得炼夹废红 经过十几年的打听 苏提达已经成为泰国王室的绝对主力 是马哈瓦加龙公所离不开的森内柱 1412年以前是一个 姿色俏丽的国际航空公司空姐 一个是以人成家 但是仍然风流不改的皇太子 两个人的年龄 相差26岁却是最终走到了一起 这可说是一个奇迹了 泰王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苏提达 可见这一位华一皇后实在是不简单 有着我们根本就不曾看到的闪光点 当地时间的是12月16日 苏提达王后奉马哈瓦加龙公国王之命 访问曼谷的一家皇家医疗队 这一家颜色其实是紫色 而今天他做恰恰是选择了一套紫色的泰斯 连衣裙 与自己的身份作相呼应 不过由于泰斯面料的问题 在阳光之下 这一套服装的反光非常的明显 而且还让这套服装显得更加的亮眼 甚至是还给人带来一种廉价感 而苏提达在这样的灯光之下 皮肤血白 真是全场最亮的一颗心了 皇家医疗队也是在现场等候多时 大家都在跪地迎接王后的到来 并且向他赠送礼物 42岁的苏提达王后 挽腰向大家主意问候 却并没有戴上口罩 而是把口罩放在胸前 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太大意了 而且王后的这款口罩很是有意思 上面都是狗狗的图案 这也让人们联想到了 他与太王的另一只爱犬 看来在这些小细节上 也毫不忘记秀一下爱情的甜蜜啊 如今苏提达王后 已经取消了佩戴腕表的习惯 可能这样过于炫富 因此改成佩戴了黄色的手环 并在下面挂上一个箱囊 苏提达王后的珍珠饰品 佩戴越来越夸张 珍珠项链虽然不长 但是颗粒硕大饱满 这还不算最大的 王后的那一对耳坠的珍珠 总是比眼睛还大 看着就觉得很有分量 想必带着也非常的吃力 像这种级别的珍珠 也肯定是出自于 势利级王太后的首饰盒 苏提达正是在炫耀婆婆的宠爱 随后苏提达王后还参观了一场展览 现场的工作人员们为了讨好王室成员 海特已摆上了一幅苏提达和马哈国王的骑行照片 便向王后耐心的介绍 脸上都堆满了产霉的表情 42岁的苏提达不会忘记 这是她曾经与丈夫的甜蜜时光 当时的她还没有任何恒加桃仙 只能是默默的跟在国王的身后 但却是净幅感满满 虽然一旁的工作人员在介绍这幅照片 但是42岁的王后苏提达却是脸杂肺红 眼睛也不好意思看向这张照片 原来王后也会害羞啊 苏提达一路跟着马哈走过来 从地下情人的身份上升到如今泰国的王后 可以说她这一路走得实在太辛苦 然而努力付出并不是会是获得回报 特别是将自己的未来交给一个不值得托付的男人时 更是如此 如今的马哈不仅仅宠儿有贵妃 还有一张希拉蜜释放出来 而苏提达却是没有半点的话语圈 曾经的那一些甜蜜在回忆起来 恐怕也只能是扫中带泪吧